各位粉丝团的朋友,大家早安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手牌车款 这台车本身就已经配置了17寸的铝圈 原厂的避震器大概十来万公里有损坏的状况 我们待会特别来看一下它损坏的状况 原厂并不是从外观来做 就可以辨识得出它有损坏的状况 这个是原厂塞下来的避震器 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话它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毕竟它是小车 所以看到一些机构都看起来都特别的苗条 像它避震器很细 后面的避震器也是还蛮细的 那它的一些零件的话 譬如说上座的部分 前面上座 KT就有附一个全线的上座跟轴承 都不需要拆原厂的零件来沿用 然后面的上座也是一样 KT的话也都有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有大概试压了一下 它的后面避震器损坏的状况 一般后避震器的话损坏状况有两种 一种是它压下去之后不会弹上来 那这个损坏的状况比较特别 这一只 这个应该是左后来右后的吧 它后面避震器没有分左右边 那它损坏的状况很特别 我们避震器压下去之后 正常来说 它会有吸附的能力 但是它吸附不住弹簧的晃动 可以看到它回弹的速率很快 压下去是正常的 但是回来 它拉不住弹簧晃动 所谓避震器它就是要来吸附 它弹簧往上回弹的力道 但像这样的 回弹 它根本就吸不住了 所以 在承受感觉上会有出现了两种状况 第一个 在平缓的高速光路上面的话 它后面会像在海上行船一样 不断上上下下上上下的晃动 因为它吸附不住弹簧的晃动 第二个状况 在慢速的时候 高低起伏不平的路况的时候 烂路的时候 它后面会很颠 因为它同样吸附不了 它弹簧的晃动 所以它的晃动感的话 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那这个是后面的上座 KT就已经有附上座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避震器坏掉的状况 但是我们从外观 是完全看不出来它有漏油的状况 所以简单来说呢 避震器的损坏与否 第一个可以从经验上来判断 第二个可以上阻尼测试机 来了解看看它的阻尼 像这个一上阻尼测试机 它的曲线呢 跟原来正常时候的一定就偏移很多 这个是避震器损坏很典型的状况 我们再特别大力压一遍 它已经拉不住回弹的一个晃动 所以这个避震器很简单就是一个损坏的状况 那前面理载串的话 它的理载串锁点比较上方 所以这个是原厂的理载串 它的长度比较长 所以这台车呢 需要改KT之后 需要改短的理载串 KT就有附了 并不会因为要改理载串 而会再加价 并不用 这个就有 我们KT就有附一个理载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还在继续施工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原厂的 原厂的它的铝圈 本来就是17寸的 205 40 17 大概这台车是2010年款 那如果以当时的2010年的车系来说的话 它还是很有诚意的 已经配到40的扁平底的一个轮胎了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设定好了 前面的话 Piesta我们一般来说 它7.5代有一台是三缸涡轮1.0升 那它的车头的重量呢 比这台1.6升的就有点落差 所以1.6升的 我们正常配置的 湯黄公斤数是会配置6公斤 那如果没有特别指定呢 用5公斤其实也还可以 那这台车是首排款 所以我们帮它配置的是6公斤 那它的一些上座的部分 还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像它这里有附一个上座 那这个车款 我们会为了让它调整上比较方便 所以有把它的调整感有特别拉长 所以从这个地方 可以做软硬的调整 往顺时针方向的话 它就变硬 这样拍得到吗 拍得到手而已 拍得到手 往这个方向它就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就变软 它一共有30段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调整 那至于避震器部分的细节的话 它的离载串的固定点 还有ABS感应线 ABS感应线的扣距 这些都是比照原厂的位置 这里有油管架 油管固定位置也都是跟原厂位置一样 那离载串的锁点 因为有往下移 所以离载串的话 我们就会附短的离载串 方便技师来做施工 否则它下方的话就有可能 这样比较低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干涉的状况 那它离载串的相对的 它方轻感相对的 摆臂的位置呢 也会因为锁点不同而改变 所以我们改短的离载串之后 它的离载串的相对位置就不会改变 那前面的话 车高的调整 是靠脚管上方这里有一个银色齿轮状的托盘 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往逆时针的方向旋松之后 它的这个桶身就能够做长短的调整 所以如果把桶身拉长的话 它的侧高就变高 那相反的缩短的话 侧高就变低 这台车调整上最高可以跟原厂一样高 前面跟后面都一样 最低的话大概是剩下半指幅左右 所以当它调高或调低的乘坐感觉 因为不是靠逼弹簧来改变车高的 所以调高跟调低的乘坐感觉的话 是落差很少很少的 那它的前面弹簧是在这里 弹簧的话是配置这台车1.6升 是配置6公斤的弹簧 那前面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所以在安装之后 要上轮胎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要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一定要悬紧 因为它前面不只是负责上下的作动 还得要负责转向 就是会有旋转的力道 那万一这个托盘没有悬紧的时候 就有可能开一开会松脱 松脱之后就会有异音的状况 所以这里记得一定要请祭司 要特别把它悬紧 甚至是用枣子 轻轻把它敲一下也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锻造的材质 所以还蛮耐敲机的 那用料的部分的话 KT的主人友 一样是使用意大利 一整桶进口的IP的主人友 并不是授权来台湾 在做混装的油品 所以它的单价比较高 但是油品的稳定度的话 相当的不错 那油风的部分 有关到寿命最重要的油风 就是我们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风 所以它的寿命的话 相当的不错 这是前面整体的部分 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算是一个拖一臂的系统 我们来介绍这边好了 后面拖一臂的系统 那后面的这台车呢 常常会遇到其他品牌的 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后面太过于弹跳 第二个它后面的话 车高升不高 那KT的话是针对这一个车款呢 我们有做一个专用的弹簧 所以第一个车高的部分的话 绝对是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弹跳的感觉的话 一般来说有可能会配置 180场 或者是其他公斤处的弹簧 那它的圈径 圈径 圈径比较小 所以后面的 因为它后肘 是第一个是拖一并 第二个后肘的重量还蛮轻的 所以后肘的弹簧设计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打的弹簧是圈径 特别打了大一点点弹簧 长度的话也拉到210场 所以这台车 在Fiesta的车友口碑来说 普通反应都还不错 所以才会主动帮我们来做推荐 所以它后面我们配置的是 200一场3公斤的弹簧 所以这个弹簧的上方有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调整机构就是一般我们称的Hilo Key 那这个Hilo Key就是在调整车高专用的 所以它上方其实原厂有一个 算是一个 有一个橡皮 弹簧上方有一个橡皮 但这台车的原厂的弹簧上橡皮呢 是不需要留用的 但下方的橡皮就需要沿用 那这台车我们有附上座 而且这台车的防塵套 防塵套也是做一个加长的规格 来保护内部这个最需要保护的轴心 所以这个防塵套呢 也都是一个加长的规格 那它的后面阻尼调整 车高调整 我们先来讲一下后面像这样的车高调整 如果有安装上的失误的话 那怎么阻尼怎么调都会不好做 那简单来说 这个桶身呢 后面它调整方式跟前面不同 它不是来调整车高的 车高的调整是靠这里 所以这个桶身的长短 是来取决它后面弹簧的预载 后面弹簧的预载要很少 大概3到5mm就刚刚好 如果太多的话一定会不好做 那也有可能会有异音 然后也有可能会造成桶身寿命的缩短 所以像这样的结构 后面的桶身一定调的特别的正确 如果调的太短的话 就会有异常的状况发生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的阻尼调整 后面的它的上缩是在行李箱里面嘛 所以上缩的话只要搓一个小孔 像这样搓一个小孔 把这个我们所附的 这台车专用的调整杆 从这个内饰板里面穿越出来 就可以把行李箱打开 这些四台都不用拆开 从这里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了 一样是顺时针是变硬 逆时针变软 所以阻尼的调整 这台车来说还蛮方便的 那阻尼调整有一个最主要的秘诀 就是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 前后的话可以做落差没有关系 那阻尼的调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原厂的轮胎的胎压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这样的日系车在驾驶座门打开 就会有一个胎压建议值 那原厂来说如果以205、4、17 冷胎压的时候就建议大概在32到33 也许原厂避震器呢 它所建议的胎压容许范围会比较宽裕 就是如果达到38、40应该都还可以 只是低速的时候烂路的时候会比较点 可是改装避震器不同哦 改装避震器它对胎压的容许范围很小 因为它路感回归会很直接 所以建议大家在改装避震器要调整阻尼的时候 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先调整好原厂的胎压 那胎压要调整有多少 我们把驾驶座打开 依照原厂的建议值来施打就可以了 如果胎压没有正确的话 那煮你怎么调也都会不好做 所以冷胎压的压力使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上是今天Fiesta 这个算七代吧 七代的一个1.6升武术手牌的一个介绍 那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试 或者是对KT的产品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我们上方都里面文章里面都打到有公司的line 或者是在粉丝团里面私讯我们的小编也都可以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谢谢大家 拜拜